战争还在继续中,我们已经采取了很明确的立场。 因为对我们来说,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,关乎国家存亡的基本原则。 那就是一个国家的主权、领土完整、独立, 不可以让其他国家没有理由的被侵犯。 更不能够由其他国家因为历史错误,或者是疯狂的决定, 或者是不合理的旧的决定,被质问,被挑战。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国际规则的话, 我看对新加坡,并且对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会造成一个新的危险。 这个不是选边站,这个是维持国家的利益,捍卫一个基本的国际原则。 新加坡一向是秉持这个原则。 所以在联合国多年来,每几年都有这样的情况会发生。 不同的国家会发生战争,或者某个国家侵犯另外一个国家领土的事件。 那我们每一次都维持一贯的政策。 以前柬埔寨被入侵的时候,就是七、八年,我们的立场也很坚定。 过去很久以前,1983年,美国进军Granada, 是一个拉丁美洲、中美洲、加利比海的一个小岛国, 因为他们要改换那个国家的政府。 我们也投票否决他,投票反对他。 并我们不是美国的仇人或者敌人, 但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美国可以这么做。 侵犯另外一个国家。 并且因为这一次是这么一个重要的事件, 所以我们不只是在联合国投票表态, 不只是发表明确的声明, 同时采取了一系列的针对性的制裁行动。 希望阻止俄罗斯伤害乌克兰。 所以我看大家必须很清楚这一点。 有时因为战争是一个很激烈的事情, 大家看见事态发生, 我们就反映是不只是一个理智的反应, 同时是一个整个心理的反应。 那我们必须冷静思考了解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做。 我想这个不可能是最后一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。 并且在亚太地区,我们已经有50年和平的经历了。 这50年来我们能够稳健地继续地发展, 让我们的国家逐步地发展, 和其他国家共存合作,和平竞争, 但是共同创造更繁荣的亚太地区。